朋友们你们辛苦了 又让大家久等了 这期慢的原因核心是这一期的内容 它主要讲到大家都很好奇的 人类到底从哪里来 慢的原因一个是过节了 然后我在等翻译给我结果 然后翻译当时给我结果的时候 我还特别轻松很开心 跟大家说我拿到结果了 大家等我啊我快更新啊 然后我就消失了 我在捋这个翻译结果的时候 我发现这一期视频里面 基本上每一句话都有几个地方 需要我去查资料的 然后查着查着我发现 查出来资料太多了 我的脑子根本就记不住 最后实在没办法 我把查出来的所有资料 堆砌成了一个30多页的PPT 这期视频实在没办法 给大家翻译一句 然后解释一句 因为基本上每一句都需要解释 而且不止一个地方 一直这样解释的话 大家就没有连贯性了 所以最终我决定分期 就是这一条视频 我只给大家直译现场的内容 不间断不做任何解释 大家先连贯看起来 我对这个人发言总结了几个字 时间很短语速很慢 内容很震撼 这些内容我感觉就光看直译 光看表面的意思 就可以有东西震撼到大家 然后我查到资料 后面应该会分两期视频 分享给大家 逐字逐句的来解释一下 原文当中的内容 大家应该能感觉得到 就是我们对巴西的文化 不是很了解 有些关于巴西的内容 是国内查不到的 我查到的内容 到现在 我都有一点难以置信 这是维基百科给我的答案 我想大家看完我的资料以后 会有一部分觉得更透彻 有一些觉得更加意外 或者是震撼 所有的内容我会如实分享给大家 然后大家自己去判断 OK 现在我们来不间断的执意现场 为了让我们能按计划进行 我马上有请 Geraldo Lemos Net 先生发言 他是企业和工业房地产 投资领域的商人 是佩洛奥里藏特附近 佩德罗利奥波尔多的 齐科泽威尔之家的创建者和负责人 他是作家 讲师 灵修会出版社光之腾的编辑 非常感谢您的出席 Geraldo Lemos Net 先生非常感谢大家下午好 我以上帝的名义 向巴西联邦参议员之一 以我们亲爱的参议员 爱德华多吉朗的名义 我向在场的女士们和先生们之一 我的演讲是关于灵性 和外星生物学之间的关系 麻烦技术组给我们提供一下昏灯片 事实上 外星生物学涉及一个特定的主题 就是有人居住世界的多元化 然后他弄了下遥控器 它已经在人类历史上 存在了数千年之久 我们能看到 公元前3500年左右 从兴盛的印度亚利安文明中的 废陀迹象开始 对我们在地球上的存在的探索 就已经涉及到了这个主题 在索罗亚斯德教中 产生于波斯文明的宗教 也称为曼达教或帕斯教 其研究方向是 有人居住世界的多元化 基于一审论 他在公元前六世纪 由先知 兴起 希腊人也称他为索罗亚斯德 公元前360年到公元前160年 德默克利特在公元前400年左右 向他的学生讲授了其他可居住世界的巨大多样性 以及在这些世界上存在生命的可能性 公元前384年到公元前322年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是另一位争论有人居住世界多元化的人 他与否认这一事实的学校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而对于毕达哥拉斯派来说 所有的天体都会有人居住 在公元前的第二世纪和第一世纪 名为德鲁伊的印欧与西民族 他们居住在罗马以前的欧洲的广大地区 特别是在加利西亚和布洛塔尼 他们的祭司是凯尔特人的主要代表 他们的教义中就包括有人居住世界的多元化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敬畏天国 而在2000年前的加利利纳萨勒的耶稣身上 福音之书的使徒约翰记录了他的话是 我们毫不怀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而在新柏拉图学派中 我们会看到基督前99年至55年的卢克莱修 以及基督后83年至161年的托勒密 都肯定了整个可见宇宙不会是唯一的 其他后来的哲学阶层也涉及到 有人居住世界的多元化 到了19世纪 法国最著名的天文学家那里 有人居住世界的多元化的概念达到了顶峰 他发表了无数推测这一主题的作品 其中包括有人居住世界的多元化和被称之为的书 同样在19世纪 教授继我们所熟知的 编撰了精神学说 其中有14条基本原则 即有人居住世界的多元化 在1857年4月18日 在巴黎出版的精神之书中 他向高等精神发问 所有在太空中循环的球体 都有人居住吗 答案是肯定的 地球上的人远远没有达到他们设想的 在智慧 善性和完美方面的第一 他接着评论说 上帝用生命体填充了各个世界 所有这些生命体 都会被导向天意的最终目标 如果相信他们只存在于我们居住的星球上 那就是怀疑上帝的智慧 他没有做无用功 因为这些世界有比重新创造我们的事业更重要的目标 此外 在地球的位置 体积或物理结构中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诱导人们假设它享有独居的特权 而排除这么多亿的类似世界 在下一个问题中 他问到 不同球体的物理结构是否相同 精神回答 不 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不相似 问 由于各世界的物理结构不尽相同 所以必然得出结论 他们有不同的生物组织居住在其中吗 回答说 毫无疑问 就好比 鱼被制成生活在水中 鸟被制成生活在空中 他在精神之书的第181题中 也深入讨论了这个问题 居住在不同世界的众生 有与我们不同的身体 根据他们居住的世界的条件 这个包装或多或少是物质的 根据他们达到的纯洁程度而定 后来在1864年 他在巴黎出版了根据灵性主义的福音 他在这个主题的序言中说 从神灵给予的教导中可以看出 各世界的条件是非常不同的 就其居民的先进或低劣程度而言 在这些世界中 有些世界的居民在身体上和道德上 仍然不如地球人 有些世界与我们的世界同属一类 还有一些世界在各方面都或多或少的比我们优越 在低等世界中存在的都是物质 激情至上 道德生活几乎为零 而随着后者的发展 物质的影响逐渐减少 因此在更先进的世界中 可以说生命都是精神的 在他的另一本书 《天堂与地狱》中说 地球只是一个难以察觉的点 就可居住性而言 它是最不利的行星之一 他还在第40页说 在这幅充斥着宇宙的宏伟图景面前 他赋予所有被造之物 一个终点和存在的理由 而将人类限定在空间中 一个不可察觉的点上的学说 则是多么渺小和琐碎 在20世纪 我们巴西的 我们无私的灵媒 朋友和基督现在的使者 在他的一些作品中 如幻灯片里所展示的 有一些段落 谈到地球外的文明 在他1935年出版的 《来自死者的信》一书中 他的母亲告诉我们 他对火星文明和土星文明的访问 他的精神导师澄清说 有各种性质的世界 有痛苦的世界 有幸福的世界 有学习的世界 有斗争的世界 在无限中滚动的行星 组成了卓越的宇宙家庭 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包含一个特性 是其他所有在浩瀚中震动的人的姐妹 关于土星文明 他报告说 这些生物具有高度的智慧 智力和感性 他们的感官和知觉 比世俗的人要高得多 他们的存在最关注的是智力的强化 他们已经知道如何支配自然界的所有元素 并明智的应用其规律 由于他们的适应性和持续研究 他们使土星成为宇宙中的特权地区之一 渴望完美的和美丽的灵魂在这里停泊 为光荣的未来做准备 的母亲也报告了他对银河系旁边的一个星系的访问 是三星系统的成员之一 在1937年的《坟墓之外的编年史》一书中 是马拉尼昂的作家 Humberto de Campos 让Chico Xavier 写道 有一个仁慈的天主 伴随着地球上进化的浪潮 人类将理解 需要一个与其他世界精神进步相团结的和平要领 而其他作品也都是由Chico Xavier 陆续创作出来的 1939年的书《通往光明之路》告诉我们 把太阳和世界作为我们建筑物的邻居 我们将认识到周围的建筑 在各个方向上都会重新出现 我们的房子并不是最简陋的 但无数其他的房子 都在规模和美感方面都超过了它 除了我们的建筑 还有突出的宫殿和摩天大楼 像深锈四 大脚星 新锈二 和其他许多庄严而美丽的住宅 展示着他们的荣耀 在他们面前 我们所有的价值都会褪色 在我们的星际城市中 我们惊讶于数百万的生命 数百万的家园 在最多样化的维度和形状中 生命和经验胜利的蜂拥而至 也是在这本书中 与围绕在卡佩拉双星系统中的 一颗行星的脱离有关 这颗行星的居民 在一万两千年前和七千年前 开始来到地球 许多千年前 卡佩拉的一颗行星 与地球保持着很多的相似之处 它达到了其非凡的进化爆发的顶点 在那里存在着数百万的反叛者 而普遍的卫生行动 使他们脱离这种人性 宇宙中伟大的导演群体 随后决定将他们安置在地球上 于是出现了四个从卡佩拉星球 流放到地球上的伟大族群 从亚利安人开始 他们从一万两千年前 开始居住在帕米尔地区 然后是印度人 他们后来合并成印度废陀文明 也被称为印欧人 然后是埃及人 最后是希伯来人 他们都是来自卡佩拉 还有作家和巴西文学院成员 在1940年的新消息一书中 报告了对火星的访问 他在书中说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火星的所有人口 都感到被地球的有害影响所困扰 地球是其最近的邻居中 唯一具有不愉快光环的星球 在安慰一书中 通过 在1941年回答了第73个问题 地球上的人类 与来自其他球体的人类 是否相同 答复如下 在物理表达中 面对支配每个进化平面的实质性定律 类似的类比是不可能的 但让我们用人类来理解宇宙中 所有生物的精神家庭 在这个冷静下检查问题 我们将看到陆地社区与宇宙集体 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在1947年的放弃一书中 讲述天狼星的三星系统 那里有一个完美的进化群体 他说 有翅膀的生命来来往往 服从于一个神圣的目标 在一个优秀工作中 地球人无法理解 我们渗透在一个雄伟的寺庙 由不可理解的思想所支配 远在光芒四射的传播之上 上升了一个半透明的塔 在固体和透明物体之间 类似于水晶 从内部和谐的旋律涌现出来 奥古斯图神庙 是一座巨大的工作和祈祷的筑巢 从1958年起 Andrea Louis 的精神 也就是巴西科学家 Carlo Chagas 写下了两个世界的进化一书 其中说 在宇宙流体中 光龙的智能体在运作 形成恒星帝国 在这些惊人阵容的怀抱中 物质 空间 和时间 被结构化 为众生的进步 提供巨大领域 1964年 在神圣的正义一书中 也说 在优越的世界面前 我们不能与自己结盟 地球将为进步 付出代价 为这个光明的时代 打开精神的道路 让我们拥抱善的胜利 无论我们的行动领域 不朽的工作者 我们将考虑地球上的居民 上升到宇宙其他平原 是我们的命运 在圣保罗参加 电视台的节目录制 他录制的节目 直到今天 还可以在油管上看到 他说 我们正处于新时代的门槛 科学将为我们所有人 揭开宇宙的巨大未来 我们将意识到 我们是世界大家庭的一部分 我们不是上帝创造的唯一世界 愿上帝保佑这个参议院 并激励我们的参议员 和全体巴西人民了解 和寻求真理 即我们在宇宙中并不孤单 我们是这个伟大的宇宙大家庭的一部分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Geraldo Lemus Net 他从美丽的米纳斯及拉斯州远道而来 参加联邦参议院勇敢举行的这一历史性 和象征性的活动 我想立即请 Tiago Chiquette先生发言 他是一名讲师 政府顾问 和巴西外星生物学家委员会主席 非常欢迎 在他发言的同时 我也要感谢 Jane Durvey女士的到来 他从美国赶来 与我们一起参加这次活动 他是 Garry Heseltine先生的伙伴 非常感谢你 欢迎来到联邦参议院 我现在有请 Tiago Chiquette先生发言 你有15分钟的时间 加上参议院5分钟的融差